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來,Leo! Leo,你開麥,Leo! 掰掰 Leo 下一位 叫不到我呀 可以,Leo,你好,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可以,可以 阿恩幾歲,哪裏人? 喂,你好,能聽到嗎? 你好,幾歲哪裏人? 浙江人 你要把YouTube聲音關掉 好的,現在關掉了 現在聽得到嗎? 可以,好,你浙江人28歲是吧? 28歲,95年 好,來,你想說什麼? 先說一下,我是其實蠻早之前就是了解到你這個頻道 然後今天是,然後之前可能看到你是一些街頭采訪的那些 但是我當時可能覺得那些內容不夠分入 然後就沒有興趣繼續關注這個頻道 後來,然後可能看了更多的視頻了之後 然後我發現你這裡有一個能夠線上直接對話的 這個渠道挺有意思的 所以然後今天第一次來到你這個 呃,這個這個這個叫什麼DC 非常感謝能把我弄到那個叫什麼 就Coin專器 好好好,歡迎 那我就想 我其實 我先纏述一下就是關於台灣的這個事情 然後我 我先纏述一下我自己的主要觀點 其實 作為就是我,像我作為解讀的話 我是 就是以現在的狀態 我不希望,不希望大陸統一台灣 你以現在狀態,你不希望大陸統一台灣 OK,好,為什麼 呃,我是覺得 嗯,先 呃,事實上就是台灣社會的現在之中 無論它的這個民主選舉 再怎麼爛也好,爛也好 嗯,它展現的其實是華人社會的另一種形態 嗯,就是另一種可能性 就是像一個窗口一樣 就是 比如說,如果中國大陸的話 像是一個威權政治 然後那個 台灣的話 像是一個 就是自由度更高的是那個民主社會 然後另一個華人社會的話 就像新加坡 嗯,新加坡我感覺它是屬於在 大陸的這種威權政治 跟台灣這種自由社會的 它中間取一個中間值 嗯,嗯 然後 我的想法就是 我有時候就會當然自己想一想 或者跟朋友討論一下 嗯,嗯 現在其實台灣 台灣現在就是 無論是民進黨上台還是國民黨上台還是 事實上已經很難扭轉 呃,那個台灣的普通民眾對大陸的這種 呃,呃,遠離的心態或者是 嗯 就是敵視的心態 事實上是這樣的 我們不得不承認 嗯 嗯,其中我感覺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台灣民眾是把大陸當作是那種 極權社會 威權社會 嗯 我覺得是事實 嗯 嗯 然後 但是 台灣人把大陸當成極權 不好意思 我重複一次 台灣人把大陸當成極權專制的社會 你覺得這個是事實 我覺得是事實 OK,好,你繼續講 呃,然後那個 呃,然後有一個新加坡 呃,台灣有一個國家 有一個新加坡 倒是一個很有很有意思的例子 嗯 然後我也說一下如果 因為現在中國其實在就是制度層面上 嗯 以前89年不是有一次那個8964的時候 嗯 有往政治改革那個方向走 但是呃 當時那個領導人的考量是經濟發展穩定優心 所以那個政治改革停滅了 然後一切就往經濟改革方向走 就是 很多年了就相當於是 呃,票子換自由這種感覺 嗯 嗯 嗯 然後現在啊 中國大陸實際上就是啊 走 就之前走過一段時間的那個政治體制改革 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呃 呃,往那個民主方向或者自由方向上嘗試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實際上有點接近一個 我們不是有人民代表和大會制度 嗯 但是事實上的話 只是現在的人民代表和大會制度相當於是 就有點就是他沒有賦予實權 嗯 他有這個制度框架 但是他沒有賦予實權 就是有點像橡皮圖章一樣 嗯 嗯 那如果比如說 呃 呃 中國比如說如果能夠像新加坡那樣 就是不是說 不是說就是很激烈的說我們一定要實現像美式民主 而一人一票普選那種 嗯 或者是因為畢竟是個人口大國還有很多複雜的關係 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那種方向 你其實很不現實的 嗯 但是可以比如說慢慢來呃 給人民代表大會制這個制度 是慢慢的給到讓他發揮他該有的作用 嗯 比如說我比如說是現相一級 嗯 是省一級先現相一級嗎 就是讓他慢慢的比如說人民代表大會是先 產生他們產生比如說現相一級的呃 一些政府領導人這樣子 嗯 就慢慢的讓這個 這個 那個就像那個人民代表大會制 擁有擁有實際上的權力 就是 類似國會了 哦 哎對對對對對 嗯 就是慢慢往那個方向去過渡 嗯 然後同時 呃同時然後經濟就是政治上 政治上是往那個方向去過渡 就有點像像新加坡這個方式 嗯 他們因為就是因為畢竟就像一個是 共產黨現在是執政了這麼多年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群眾基礎實際上是可以的 我們不管從外界來看的說說是共產黨 他在政治怎麼樣 但是事實上他的群眾基礎 還是OK的如果 他必定是個這麼大的國家 嗯 只有14億的人 如果他真的是 一點長處都沒有的話 嗯 其實很難 嗯 就很難就是完全靠就是控制來 來掌控這個國家 他實際上要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嗯 嗯 那就包括針對台灣問題啊 就是其實 呃你應該做了很多街坊的話 應該是知道的 其實大多數普通民眾 他們的第一反應是 呃我是希望那個 希望統一 希望和平統一 但是不希望武統 對 對 他的民眾基礎實際上是 大陸的民眾基礎 就可以說百分 就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實際上是希望統一的 嗯 那也就是說對於共產黨來說 他哪怕就是不是說 非得維持現在這種 呃這種就是呃 領導人下面的集權體制 哪怕它是像新加坡那樣的方式去過渡 嗯 共產黨是第一大黨 他是認識14億黨員 對 雖然會有反對黨 會有反對聲音 對 但是哪怕就是讓人民代表大會 就是發揮它的作用 其實就是就像那個當年呃 就像就像其實跟新加坡一樣 他就是就算是用呃 按照實際上的那個選舉的方式 實際上共產黨可能起碼還要在呃 可能十幾年或者是五到十年 還是會有一很長一段時間的 通過選舉的執政 這個是極大的可能性 我覺得不止啊 可能十幾二十三十一直下去都有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呃 呃就是你聽到我聲音嗎 聽到聽到 你的意思就是要把人民代表大會慢慢的就是希望能夠轉變像國會那樣的情況 對讓它起作用 讓它就是慢慢就是慢慢起作用 嗯 你是這樣希望啦 是吧 你是這樣希望 嗯 其實之前是有這種嘗試的 然後只不過是暫停了而已 但是它這個就像之前我聽你們這邊節目這樣 它這個制度方制度的結構上並沒有完全斷絕這個可能性 嗯嗯好 然後也就是說 那你覺得以後可以後會有這樣的趨勢嗎 喂 你有沒有聽到 他聽到 你說以你覺得以後會有這樣的趨勢嗎 人大慢慢轉轉變成像國會那樣子功能 呃我起碼在我們現任領導人習近平的任內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嗯嗯 就除非有其他的重大的事件發生 比如說嗯 我們比如說經濟經濟狀況比如說變得很糟糕 嗯 或者是外部狀況突然間產生了那個其他的重大變化才有可能 嗯 但是在現任的現在的條件上就比如說雖然比如說現在中國經濟 呃會有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世界上普遍都是這樣的 嗯就是很難讓人 人覺得就是我非得現在換掉現在領導人 非得上上一個那個劇烈的震動應該不會 嗯 好 就是他就是剛剛說他框架上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嗯 那可能是換一個領導人或者是下一屆領導人會出一個 比如說像是有那種魄力的人物 嗯 像韓那個 呃你像台灣的轉經國啊 這次或者那個新加坡的呃李光耀 李光耀這次的人物才有可能性 然後 你說你說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出一個像蔣經國李光耀一樣的人物 才有可能是吧 呃 對 OK 就是這樣的話我感覺是和平統一唯一的可行 就是唯一可行的操作 就是 就是因為武統隊來說對兩邊還來說都不是這麼好 就是都不是這麼好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台灣半死不活然後中國缺個不少腿就是這種結果 嗯 然後 所以這樣子才有可能合同是吧 嗯 對我是就是我自己感覺這樣可能台灣才有可能合同 因為然後我有但是呃就是不知道如果呃如果你有如果有那邊如果有可能的話就是我是如果可以有沒有台灣的網友能投票或者是參與一下有沒有可能這種方式會更容易接受一點 那個以後慢慢的聊吧 因為我現在對我現在沒有辦法馬上給我 我繼續繼續來就是剛才還有一點點說 你還要說什麼 嗯 嗯還有大概兩三分鐘吧 好你說 嗯 就是嗯 嗯 嗯 那像我剛才說的 而一個是就是哪怕就是呃 當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轉向那種內閣制就是國會制 它實際產生它的呃作用 嗯 然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5到10年10甚至10到20年 共產黨它還是第一大黨 還是有它畢竟有很深的群眾基礎 嗯 嗯 那也而再加上那個其實大多數中國人是 對對那個統一台灣是抱有這個信念的 就哪怕是轉向這種這種體制 其實我覺得 而且這種其實對可能對統一台灣可能來的比現在更要迫切 嗯 因為嗯 選民主制和選票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民意容易綁架政策 嗯 就是就是是這樣的像那個國內政策的話 像政府的國內政策如果像那個選票制的國家 他們會考慮民意考慮輿論 嗯 嗯 就像中國政府現在對台灣的態度 其實它是不考慮民意不考慮輿論的 對 如果按照輿論民意來說 其實大部分人想到馬上就要統一的 嗯 但是因為是現在是是這種那個不考慮民意的狀態 所以它能夠按照自己的實際的利益來 實際的想法來節奏來走 嗯 可能我是覺得在將來比如說 如果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能產生實際的作用 它既能夠讓中國慢慢的走向那個民主化 嗯 然後也能夠有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性 嗯 我是我覺得 OK 好 好 我覺得講完沒了 我就是我自己在想吧 好 OK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Leo 謝謝你的分享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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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